哈嘍,大家好 我是尤萱 哈嘍大家好,我是尤萱 失格了,這樣久之後 自從開始專心成我們的音樂型YouTuber之後 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子開麥講話 雖然我已經有開CAM了 弄點啦,可是也應該是我第一次在YouTube上面 開CAM弄講話 這樣子的時候,感覺會有點生疏啊 所以如果拍到怎麼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說 要怎樣進步,ok 所以,為什麼我會開CAM講話呢? Malaysia人 真的是啊 有時候真的是太敏感了 為什麼會這樣講誒 事情就從我們前陣子 大前陣子 非常非常出名的這個 Jocelyn Chia You Malaysia Jocelyn Chia 在美國的Community Talk Show 還有一點點的 Controversy 然後講了很多Dumb Malaysia的話 然後原版的話 其實我自己也是有去完整的聽完 一邊一分半了 有興趣的話也會在下面的那個 Description那邊放明 你們可以自己去聽看一下 呃,我先簡單的在這邊講一下啦 我先把Jocelyn Chia 他Post上Internet的那一整段 Termade Talk Show 主要分成 呃,三個拍出來,ok 第一個拍出來的話就是 他一開始是講 呃,新加坡跟馬來西亞合併 成一個國家之後 又再被踢出去嘛 然後過後就是 把新加坡被踢出去之後 反正變得更加好 然後馬來西亞到現在還是一個 Definitely country Yeah, that point actually他本身的idea 我是覺得會很好笑的啦 如果他包裝好來的話 呃,就是 只是他包裝到沒有這樣好看 呃,我提過當下是我覺得 ok, not bad, not bad 是蠻好笑一下 只是他講話的方式有點太 粗辱了 如果你imagine,如果這個段子 是給LIFE VALATION的話,如果你給LIFE HARF ISKANDA他包裝的話 或者是LIFE 你給LIFE Nijon or 或者是你給 華語圈的來講 LUKAS 來包裝一下後 感覺 他們三個去講這個 topic 一定不會太慘啦 一定是會比這個 Juselich 要來講的話 是好很多的 ok,然後第二個的話 他 主要是在講的是 M 應該是講 MH370 10周的那個吧 他講 My airplane cannot fly 認真講 然後那一段是 很好笑的 我認真覺得 也是一樣 那種包裝的問題 如果他講了那個 My airplane cannot fly 那一句之後 他沒有再 故意去補充那一點 然後讓人家知道 他故意再 嘲笑那一刻的話 他如果聽在 My airplane cannot fly 那一段 然後 接下去就直接是講 Some jokes 那是LIFE 什麼的 這樣的話我感覺是 不會被罵到 這樣 熊的 直捨 然後他最後又有一個 punch line 笑笑的punch line 是講Malaysia 超風 Malaysia的 Internet 沒有Internet 就是他講 有觀眾講Malaysia 有Malaysia 要在他的Yop下面去 給他 1 star review 可是他自己也超風 一下講Malaysia 沒有Internet 可能給他1 star review 那一個我是覺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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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大概 剪了這三點 然後我也講了一下 我的觀看法 之後其實 我Stay這樣 他是一個不錯 內容來講 是不錯的 I mean 內容是講 稿子來看的 他的稿子 actually not that bad actually 不會講到很糟糕 是 actually 不錯還好 不錯好笑的那一種 但是 就是他的表現 他的手法 有一點 太粗俗了 一點點 就 你可以聽到他的 整個 影片裡面一直來講 Fuck Fuck去 Fuck Malaysia Fuck you Malaysia 之類的 哎呀 他一直在講 那些 然後他又 用一種十本 嘲諷性的 來 他裡面 用了很明顯是 嘲諷的 詞調 語調還有 就是那些 詞彙是很明顯 嘲諷性的 啊 so 他被 現在被 cancel 不意外啊 他自己想要 選擇 這樣子做 然後 Malaysian不爽 cancel他也 不是沒問題吧 這個 如果 只是這樣子的話 也 我就 在這裡 不會再講什麼啊 啊 畢竟 他的表現手法 會被cancel 是正常的嗎 但是 後面的故事 整個時候 我非常願意 啊 OK 第一 就是 呃 在那個 Josinica講啊 那個故事之後 不管是 新加坡的那個 外交部長 或者是甚至最誇張的 新加坡的 首里 應該是要首里 如果你們記錯的話 都出來 跟Malaysia講 post了一個 Twitter講說 oh so sorry Malaysia this is the what is Singapore intention theory 呃 其實我是覺得啊 那些新加坡的高官是 沒有必要要為 Josinica講的東西去 講 sorry啦 我認真講 那個也只是他的 個人言論罷了嗎 也 不代表說 Josinica的言論 代表整個 新加坡人 還沒有這樣講 除了他後面 有一句講 這件事 就 在新加坡之外 不真的 代表 新加坡之外 我覺得 那些 政府高官也沒有 必要為 Josinica的言論 去 負責人道歉 這樣子 OK 那是好 他沒有道歉 我認為也沒有 但 後面 Malaysia 政府的態度 就很煩 它變得更糟 你知道 就是 What the Malaysia Malaysia OK OK 事情是這樣 而已 Josinica這個事情 在Malaysia整個 引起大延伸的時候 我先從 Malaysia人民講起好了 就是 有幾個 Malaysia人 他們會去警察區 去報案 關注Josinica的事情 然後並且 有人去要求 講說 不要讓 Josinica 去入境 Malaysia What's that 太過頭了 欸 我是覺得沒有必要 其實 更誇張的是 Malaysia的警察 好像是 有 曾經 表達說 他們有要去跟 國際刑警 去要求 去抓Josinica 回來 Malaysia去辦案 然後 What's that Fuck What the fuck That's not the purpose I mean That's like You don't need to do that Why Bro Fucking Why No need 太誇張了 Malaysia真的是 不需要坐假 就好像 就好比 更早之前 有一個 Iron OK Uncle Roger 他在一個 Talk Show 裡面也是開了 中國的玩笑 一樣也是在一個 Community Talk Show 裡面去開中國的玩笑 Where are you from? Are you from Boston? Originally from Guangzhou Gangzhou China China Good count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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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phone tap into it Long live presidency Long live presidency Uncle Roger Social Credit Score Going up Good Nice An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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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phew from Taiwan Not a real country Not a real Not a real Not a real country I hope one day You'll rejoin the motherland One China 雖然那個talk show 它是有在中國 一樣被cancel 然後雖然也是有被封殺 可是好歹 中國政府也沒有到要求去動用國際刑警 去來去美國去做Uncle Roger 你知道嗎 What the fuck? You don't need to用到國際刑警去做一個 comedian 在一個talk show 裡面去talk shit about你的國家 你知道嗎 太誇張了 Fucklish啊 真的是不必啊 OK OK 我先講一下我的個人看法 我的話 我也是最近這一兩年開始會去 從博恩也可以 甚至從博恩開始去看我們的這個commit talk show 然後也是算博恩讓我有興趣去接觸commit talk show 這個脫口秀 然後也慢慢開始去看 然後也算是對commit talk show有一點點的皮毛了解啦 以我對這個皮毛的了解的觀念來說的話 我是覺得啊 Jocelyn家她這次脫口秀的話 純粹就是 呃 她的商業行為啦 就是 她想要這樣子 她的persona就是這樣子嘛 I mean that's her personal persona 然後她想要這樣子表演的話 她就 她被罵 她自己選擇要被罵 她也是 OK 啦 就這樣喔 她有沒有被罵 讓網民去cancel她 就這樣 我覺得 stop that 不可以啦 不必要動到去 要求新加坡的高官去跟馬來西亞講sorry 甚至是講 要馬來西亞的警察去動用國際刑警 這個真的是太fucking誇張了 OK So 呃 馬來西亞的Pizza 啊 冷靜一點 OK 太刺激了你們 JES